徐老师破坏一下 不是 那个吴迪阿伦最近拍了三部欧洲城市的电影 巴黎 罗马 巴萨龙娜 回过头来看还是巴萨龙娜拍的最好 你刚才讲的那个场景啊 在那个电影里就出现过 就这一对男女嘛 他们老是吵 最后呢有了一个第三者女的进来以后 三个人关系反而好了 最后那个第三个进来 那个女的受不了了 她走了 这一男一女又吵开了 那个电影里面讨论了各种男女关系的 多种可能性 比方说有要快结婚了 爱上了一个男的了 一夜情被判 但是又最后又回去了 最后这个没成功 但是那个吴迪阿伦林真知识分子电影 最后她那个讨论的结论呢 就是没结论 因此我看到了一个报纸的报道 这个是相关的 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 说在1950年的时候 全世界只有4%的人是单一个人住的 22%的人诞生 这个数字到了现在呢 差不多要到一半了 她讲了一个数字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 婚姻的比例是跟国家经济的发展 成反比的 对 越发达的国家 不结婚的人越多 这个在西欧呢 到35% 在北美呢 是30% 增加的最快的是东欧 你们知道东欧过去这些年 它从百分之十几增加到30% 然后世界上只有一个例子是相反 就是中国 中国的 这个林丹的例子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注解 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 结婚率也高速上升 当然离婚率我们先不去讲它 中国的结婚率 过去是百分之十几 现在还是百分之十几 就是单身率 但是单身率 小三率有统计吗 小三率它就不太了 它就 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很多人讲的 当然它讲的单身是指 有的是 就是有情人 有的就是 当然 谁也不会素质 同居 但是不结婚 有的就是单独一个人生活 因为你们刚才讲的圈马圈 在一个客厅里 这么高兴 这个太复杂 所以百分之将近40的人 我觉得真是 就是说你都有点凹了 你现在还预复数的 还圈来圈去呢 我跟你说 最近我准备写一篇论文 就是说 这个网络时代 对人际男女之间 坚情关系的影响 你知道 就是说 我给你举个例子 对吧 就好比 有一天 有个女孩 给我发一个什么 这个 发了个信息 发个信息 说 我梦见你了 好 就现在不都玩这个微信吗 我说 咱们再加一个微信 但是我微信的名字 不是我本人的名字 就你不知道我是谁 然后我就把这个微信 发过去了 然后他就问我 说你是谁 我说 我是你说 梦见的人 他不知道是谁 你知道吗 他不知道是谁 我说 那就正好了 咱们俩就洗洗睡吧 不必知道是谁了 我跟你说 我说的意思 什么意思 就现在你注意到 他们 你们玩这个微信 微博 种种的东西 男女之间是种什么关系 网状关系 我跟你说 我跟谁都可以 这个说起来 就是让传统 让古典派韩新 你以为这女孩 或者这男孩 光跟你一人聊 他同时 恨不定四五个人 再聊 不是说 有一个演员 很感动的 送了一个块石头 结果人家查出来 好多其他的人 都有这块石头 所以后面有人说 你是一批定的